圣诞节就要到了 不管是店家还是街道上都陆续的出现相关的布置 而位于三重重新路上的这一栋大楼管委会 更是有心为住户准备了热闹的晚会 提早让住户度过一个开心的夜旦夹节 请问胡议员 圣诞节快乐 祝大家心想事成 欢迎大家一起来三位首富参加我们的宫廷圣诞舞会 祝三位社区所有的祝福 大家心生快乐 一句句的夜旦祝福显示着 温馨的夜旦佳节就要来了 位于三重重新路上的这栋大楼 特别提早为住户规划夜旦party 不仅由现场的live演奏 还有舞者带来曼妙的舞姿 场面相当热闹 主委也表示希望抛砖影域 将更多的艺术气息引领到三重市 那今年的话我是希望说 我们用现在宫廷舞会来带动整个社区 包括以后可以推广到什么三重 可以用音乐性 艺术性 文化性的风险 因为我很多朋友 每次听到我住三重就说 那好像是没有什么文化学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我一定要改变大家这种想法 三重市长也特别到场参加圣诞晚会 除了感觉很新鲜以外 他也为住户带来耶旦祝福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主委的邀请我们来参加他们第一次的首次的圣诞partie 我们祝福所有在三更守护的祝福 大家心想事成 在来年大家能够财温广进 家庭美满 由于是第一届的耶旦晚会 吸引相当多的住户到场欣赏 有的还特地带来相机拍照留念 在音乐及舞蹈的红桌之下 大家一起提早共度开心的耶旦节 天外天新闻张家正 刘文三重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见